老師他是專業的體能教練嘛 那他是田徑部分 那相對他其實另外一個身份是補習班老師 那我覺得他在control小孩子的部分上 一定比我們還要更加的厲害 所以我請他來看看說 以他的專業來帶小孩子做他們的做操的方式 會不會比我們來帶的話 會更加的有效率 而且加上小孩子需要完整的熱身 他的經驗也比較夠 那我請他來看 那相對我們教練團 也可以在途中做學習這樣 他是 因為是棒球運動 那我們會比較著重在 他關節部分 肩關節 寬部 腰部 然後膝蓋 懷關 那這樣子的動作 就在對他們接下來的活動裡面 你會發現到他們有打擊 守備 那就對他們比較有 利於他們的活動靈活度會比較好 我們會發現到其實剛剛在有些活動中 小朋友的對某些的肢體協調是稍微弱一點 所以在做某些動作 我們就會帶屬於 協調度的動作 來給予小朋友 這一半開始我去參加那個 Nike Camp的訓練 那教的選手是台灣棒球 高中的心靈選手 那又回來這邊 現在回來這邊教 就是比較屬於我個人的 然後教這個迷你小孩子 小孩子的棒球 那其實沒什麼不一樣 小孩子就是讓他們知道什麼 怎麼叫棒球 叫讓他們認識棒球 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做好玩之處 然後讓他們知道什麼不錯 團隊波動 其實我要看到很多未來之心 今天也很屌 小朋友的天賦都還不錯 對啊 OK 那Brother 你有什麼話要講嗎 你也講一下的話 讓大家說Hello 好 他有什麼要跟小朋友說的 你為什麼不看前面 跟大家說Hello 來 說跟Hello 那你有什麼話要跟小朋友講 加油嗎 好 好 他說加油 我的Brother今天他還絕不能講話 好 好